大家好 今天是2月8号周三 那么今天三大股市三大指数都出现了一个回调 昨天包卫尔讲完话以后的市场的一个 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震荡的行情 那么今天5位央行主席 央行的官员都分分发表讲话 基本上还是和包卫尔差不多 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 通货膨胀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要继续斗争 总体来看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大盘现在还不是一个熊市 我们首先看一些龙头股像NVIDIA Microsoft 我昨天跟大家讲AI或者Chat ChatGBT疯狂的 MicrosoftNVIDIA走的非常的强 今天出现了一个回调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来看微软的话 它是基本上是一个龙头股对吧 龙头股的话 它已经提前的比如我看大盘的话 提起今天早上来到273 我们的会员昨天埋伏今天在高位出场 回报率非常不错 我们买的是看涨齐全 然后今天出现了一个回调NVIDIA也是一样的一个动作 虽然没有很大的下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个回调 然后特斯拉特斯拉今天在196盘了很久 直接突破199.01这个位置 然后来到204 那么从上升 Ascending triangle 上升三角形的一个走势来讲的话 我认为呢会到212.56 所以我认为大盘并没有进入熊市 虽然今天市场非常的沉默 我说是说一下几条重要的新闻 Uber Uber今天的业绩爆的非常不错 上涨7% 但是呢这个股票呢 可能已经反映在它的股价上面 因为我们看到它最近的股价是一路的爆拉 那么现在来到ABC回调 从基本面来看 Uber今天这次意外的赚钱了 各方面都非常好 因为它是第四季度 新年的时候大家出去叫车 或者说买吃的这种外送 这个频率都是这个全年当中非常旺 所以Uber出现这么好的业绩的也不 不是让人感到奇怪 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去追高了 今天呢这个谷歌呢跌掉了1100亿 因为它在巴黎呢也是它的最新推出和 Chatboot竞争的这一个软机器人呢 出了一个大笑话 就是有一条问题呢是回答错了 这也非常重要 因为你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给人参考 给人搜索 但是这个谷歌跌了非常多 今天跌掉1100亿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今天的一个新闻 那么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对市场的看法 市场虽然在今天出现下跌 但是我不认为是一个大熊市 我们还可能继续下跌 比如说明天可能跌到4085跌穿 跌穿前期高这个标普 总期货直接跌到4085 或者甚至4027都是有这种概率的 但是我觉得总体呢 我们还是可能会继续的走高 那么时间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来看过去的三大的周期 大概是55个交易日 也就是费本拉奇或者波浪理论里面 非常重要的2月17号 那么也就是下周三大盘见顶的一个概率的 会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大 所以我个人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 虽然今天我们看到非常的沉闷 大部分的股票都已经出现了一个 回落的走势 主唯一的现在转到真正转到了penny stock 在OTC市场上最强的一只股票 原来在2021年的时候叫humble 它最高的时候到了7块钱 最近是跌到了7毫 那么这次股票今天在盘中的打到了55%的return 最近涨了三倍 但是今天盘中出现回调 这说明市场的热情已经逐渐蔓延到penny stock 一个level 总体来看的话 我认为如果说明天大盘跌穿 近期的一个支撑点 特别是纳斯达克12480这个点位 那么大家要警惕了 大家要警惕了 但是总体来看 我认为牛市还在还在继续 好家老王的微信ChineseFM2022一天一杯咖啡 前我给大家做一个直播 从明天我们是8点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就是失业金人数申请 那么我们会在8点钟开直播间 好吧 平常都是9点到4点 那么休斯顿店听众朋友可以加ChineseFM2022 好吧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三晚上愉快